然後今天早上 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就是 ACIP的會議 第一 他們同意高端疫苗納入COVID-19 疫苗接種 公費疫苗的接種作業計畫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在整體 在專家經過相當多的一個 辯論跟討論 他們是認同可以混打 他們是認同可以混打 但是怎麼樣來實施 他們可能建議就是說 在考量在第一類 第三類 第二劑間隔8週以上 可以交替MRNA 因為我們現在第一劑大概都是A劑 所以給這樣的一個混打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混打 這個方向是可行的 但是初步來做 先考慮 是不是先從1到3類的第二劑 間隔8週以上 那來交替MRNA的疫苗接種 那不過我們現在為了一起 一起作業起見 我們現在都是10到12週 那也是以10到12週第二劑來做相關的規劃